尤其生个一二三胎 是根据现在 回到咱们国内形势来的 对吧 本来是应该 显得好招能够达到 当然为什么 很难达到了 又牵着刚才我说的 房产 房子 对吧 教育 还有医疗 还有 就是属于 工作 工作这也不好找 最主要签的这三个 影响了很大一部分人 是啊 他没法生这孩子 对吧 一个是 你二胎还没落实 你三胎更甭想 而且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结婚 现在为什么年轻人 他为什么不结婚呢 我跟他某是年轻人 其实这些是最主要的一个压力 是 你知道吗 带单呢一些这个 语论 咱说一老话 那些糊 那些所谓专家 所谓的独鸡汤 给灌输的一些东西 根本就不正确 您说独鸡汤 他们灌输了什么呢 是啊 这个彩礼问题 你看农村那个彩礼啊 是 咱说一老话 咱说一老话 要的东北谱了 所以说他也没法结婚 彩礼贵了 对 太离谱了 第二个呢 还有那些什么拜金的 这也灌输一拨人的思想 而且现在呢 尤其是一些女孩子 你看为什么天南那点 相亲讲 这个相亲讲 那个女孩子特别多呀 就是把自己看得太高了 所以说很多他找不着 你知道吧 他找不着 他把自己看成这个呢 所以像这些实际问题不解决 一般人都结婚都难 对呀 他结婚都难 可是现在还有很多 就是世界观的这个 现在这弄的比较混乱 接了离离了婚 太多了 现在 就光我们的同学 有三四个的孩子都没结婚 都没结 那他这孩子多大岁数了 都四十多了 都四十多了 未婚 都未婚 对吧 各种原因都有 但是起码这几个是重要的问题 对 主要的原因 你看我们那年代 几乎没有不结婚 少 特别少 特别少 单身的都特别少 对包括农村 都特别少 对 你知道吗 北京的女孩啊 尤其是高学历的 条件太高 所以她很难找到 有时候我们同学聊天一块就说 说这好多也不光是个人问题 就是和社会也造成特别 也造成特别人 尤其女孩子要 不上班没钱 上了班 孩子照顾不了 真正有孩子花费那么大 而且你要是工作又不像国际 是像我们比较稳定 对吧 一切还在企业 对 你这一生还他不要你了 当时你就经济就炫着绝境 是 自己干的 那好工作都应该是 那还说有保证 为什么不要孩子 工作太忙 你们要我们就甭管怎么着 再难也给你们看 你们不要 我们也就那 盈满 而且一到七十多八十了 我们给你看不了 给你看不了 是啊 所以说他们也不要孩子 那真是 你知道吗 你说这不是也是一种 是啊 这也催也催不得 是不催也 对啊 现在保姆 哎呦 越早 五六六七千 你都一个人挣多少钱 是 你说对不对 所以说你现在保姆你也顾不起 对不对 对